全油管最快新闻,当地时间1月5日晚,阿拉斯加航空一架由波音737 MAX9飞机直飞的航班发生了一起紧急降落事故。 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照片,显示飞机上一扇窗户和部分侧臂不见了,氧气面罩也被展开。 该航班共有171名乘客和6名计组人员,幸运的是,他们安全降落在波特兰国际机场。 阿拉斯加航空表示将保障乘客和员工的安全,并表示正在调查事件原因。 波音公司也已收到通知,并表示将提供支持。 这是波音737 MAX近期遭遇的又一起事故,引发了航空安全的关注。 这起事故再次提醒了航空公司和制造商对飞机安全的重要性,需要更加关注细节和质量控制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